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之前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关于有福气的女人面相 以及有望夫相的女人面相特征 相信大家对面相有一定的了解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首相 分享一下女人的首相该怎么看呢 哪些首相特征代表富贵有福 首相是一门通过分析首部的特征 来预测人的一生的事业 情感 婚姻 成就 财富等等的际遇变化 每个人的首相都透露出不同的命运信息 能够参悟其中所预含的信息 便能够更全面的认识自己 了解自己 甚至成就自己 首掌信息繁多 观察时一般是分为男左女右 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简单探讨一下 女人的首相应该怎么看 第一 女人的首相怎么看 首相学中有口诀说 相手之法 先看掌形 自观八卦 掌有厚薄 直有长短 纹有深浅 色有明智 看一个人的首相 要先看首相的整体掌形 是厚实还是薄弱 然后看五指长短 首纹的变化和色泽如何 在首相学中 掌形五指和色泽都可以一眼观之 就掌纹的信息比较复杂多变 一般最重要的也是观察掌纹的变化 那观看掌纹前就需要先了解一些基本的术语 大家可以对照自己或家人的首部特征查看 第一 女人首相八大秋图结 第一 金星秋 指大拇指根部隆起 环绕大拇指的部位代表健康与活力 第二 木星秋 指食指根部隆起的部位代表积极程度 活力 上进心等 第三 土星秋 指中指根部隆起的部位代表思考意志 自信等 第四 太阳秋 指无名指根部隆起的部位代表财富 才能与名声等 第五 水星秋 指小指根部隆起的部位代表创意智慧等 第六 月秋指 手腕上金星秋对面隆起的部位代表思维 浪漫神秘性之等 第七 第一 火星秋 位于金星秋与木秋之间的部位代表勇气 积极等 第八 第二 火星秋 位于水星秋与月秋之间的部位代表冷静 克制 自知力等 第二 女人首相五大蚊线图结 第一 生命线 又叫做地蚊 位于食指与大拇指之间 从食指下方出发 呈圆弧形 抛物线 延伸向手腕 环绕整个金星秋的一条线 用以预测一个人的健康与生命力的强弱 第二 智慧线 又叫做人蚊 从大拇指和食指中间出发 往月秋延伸的线 伸向中指 无名指或小指下方 位于手掌中央 有时和感情线相交 从手掌的一端至另一端 横跃成一条线 便形成断掌之项 影响着一个人的个性 天赋和思维方式等 第三 感情线 又叫做天文爱情线 从小指的下方出现成微弧形 朝食指的方向横向延伸 其末端通常停在食指下方的 木心秋步或中指下方的土心球 表现了感情强弱 复杂或单纯 也影响了一个人的感情态度 和恋爱状态 第四 事业线 又叫做命运线 是一条从手腕附近出发上升 末端通常停在中指根部的线 影响的是一个人一生的事业财运 与名声成就等 第五 婚姻线 又叫做爱情线 结合线 是一条出现在小指根部 与感情线相名的短线 影响的是一个人的婚姻运 恋爱与婚姻的幸福与否 顺利长久与否等 第二 女人首相三种主要纹路图解 第一 十字纹 在手掌上有两条短浅的线箱交叉而成 其脊胸影响事所在位置而定 第二 导纹 主要出现在手掌的五大残纹上 通常具有不好的意义 脊胸影响是所在位置而定 第三 心纹 在手掌上由三条或三条以上短线交叉而成 其脊胸意义也是是所在位置而定 第二 偏生有好运势的女人首相 第一 手掌多财不纹 财不纹也称为钱财纹 指小纸和无名纸中间下方的短小斜线 财不纹越多 且长 而且粗直 代表此人尽财越多 财云旺盛 俘虏双全 有这种首相女人意味着她们一生能够享用的财源源源不断 就算自己出身平凡 家境普通 也能够过着富足安逸的生活 求财顺利 能嫁得家境富裕的好夫家 不仅夫妻感情亲密 还能够帮望夫孕 生财有道 有这样首相的女人生活能过得舒心安稳 第二 手掌多手财纹 手财纹就是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 平行于感情线的文献 有这种手财纹的女人也是有福气的 虽然可能命中带来的福禄不多 但是能够依靠家人 丈夫或自身的努力 守住财富 积累财富 有很好的理财能力 善于精打细算 知道如何管理钱财 而且并不会为了守财而止尽不出 能够敏锐地抓住财富商机 也是能够过着富足的生活 第三 食指有三约纹 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 叫做指节纹 如果食指有三条指节纹的话 就叫做三约纹 这种人一生不缺钱财 多尽财机遇 能够有丰厚的财富 这种人命中是有福禄的 而且往往由婚姻带来 女性的话出嫁后的生活状态会更好 婚姻幸福 有机会嫁入家境优越的富贵人家 优质生活富足 衣食无忧 生活美满安逸 第四 掌纹深刻清晰 手掌的文献蕴含着运势变化的信息 掌纹杂多混乱 欲此人运势多曲折 常有意外变动出现 掌纹深刻清晰与否 能够反映出此人的思维智慧和行为方式 掌纹深刻清晰的女人 多智慧超群 心思敏捷 做事情有商法 有清晰的人生规划 并且有足够的意志力去执行 这样的女人性格也比较坚强 能够明白自己所求的是什么 对待感情清晰灵性 能够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婚姻 具有事业心 有不服输的韧性 能成为事业心的女强人 在事业上能够取得很不错的成就 财运顺利 能够靠自己的努力 获得安逸富足的生活 第五 手掌柔软圆厚 手掌以混石圆润色泽健康红润为及 肉主婴主腹 手掌后耳负弹性 皮肤光滑柔软 表示此人气血充足 元气充盈 说明此人身体健康 诸实无碍 运势顺利 能够健康长寿 高寿也是一种福气 这是用金钱也买不到的财富 有这样的首相女人生来就是享有福禄的 命中财富深厚 福禄天成 是天生的富贵名 一生财运顺利 免于奔波操劳 就算生在平凡人家 也是家庭幸福 身心充盈 安逸无忧 第六 掌心厚实有凹陷 手掌就好比聚宝盆 掌心好比聚宝盆的盆底 掌心的薄厚身前 能够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多少 掌心厚实凹陷的人 能够聚财守财 积累下丰厚的财富 有这种首相的女人 也是天生的富贵名 有很强的理财守财能力 持家能做到津津有条 身材有道 能够帮助丈夫守好财富 自己也有能力 出色的理财能力 赚取财富 积累下丰厚的家底 老友索一能够安享晚年 第七 太阳秋高龙 太阳秋代表着财富 财能与名声等 首掌中太阳秋龙起 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赚钱能力 和理财能力 由此首相的女人性格坚毅 但不苟客 为人厚荡 婚姻成功 是持家理财的一把手 在外能有出色的理财能力 能够为自己在事业上大方一财 赢得出色事业成就和社会名望 对内也能够持家有道 婚姻幸福美满 属于大富大贵的首相之一 第八 慕心秋 饱满圆润 慕心秋能够反映一个人积极程度的和尚进心 慕心秋饱满敏润 而富有弹性的人 大多对财富和权力具有强烈的欲望 热衷名利 意志坚定 能够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 取得耀眼的成就 往往又成为富豪的前置 若为女性也会是事业性强的女强人 不过有这样首相的人 对待感情一般也会比较强势 所以在选择伴侣时 最好是选择性格互补类型的 或者是更具有忍耐和包容心的人 这样婚姻生活也能够美满幸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亲近 日日是极强 期待下次与您分享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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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